观众朋友 再来我们看到 两岸已经够脆弱的交流 现在再洗一把火 就在中国宣布了 惩治台图22条之后 赖总统说出恐怕高达九成 台湾人会受波及 今天最新消息 陆委会已经提升前往中国旅游道 橙色警戒 什么意思 就是非必要别前往 现在大家在问 你一方面同意团客继续出发前往 一方面来提升这个橙色警戒 是什么意思 也让业者现在各个人心惶惶 好 君章哥来报警的观众朋友 这题我非常关心 因为这跟旅游相关 那我先跟观众朋友报告 旅游的警示 其实它是分五级 不然讲四级 但是为什么分五级 就是所谓的白灰黄成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先跟大家说 在我们今天要录影之前 我特别到外交部门上再去查了一下 目前中国大陆的旅游警示 君章哥是哪一级你知道吗 我们是哪一级 就是没有级 没有级 对 因为所以我说 它其实是五级 它有四个要注意的 如果我觉得 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状况 虽然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先发布灰色 提醒注意 观众朋友 现在此刻 新加坡就是提醒注意 只要有任何新闻的话 我们的这个观光署 以前到观光局 现在已经到观光署了 然后跟外交部 它会综合评估以后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警示 提醒国人朋友 如果更严重呢 比如说 可能出现一些疾病的话 特别注意安全 黄色 橙色第三级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后是不要去的 北韩现在目前就是红色 建议你根本就不要去 那所以现在目前 中国大陆是根本 没有旅游警示 这四级 所以旅游警示 其实是四级 但是没有进到提醒的阶段 说根本没有警示 现在中国大陆是没有警示 好 观众朋友 下次这样 我们去北韩 因为北朝鲜 基本上跟我们中华民国 没有邦交 那如果出什么状况的话 很难去帮助 所以叫红色 对不对 那现在赖金的 中国都已经讲了 中华民国 所有的中华民国派 台湾派 中华民国台湾派 通通都是台独 那台独这几天 中国到底不是讲 台独最高 判死刑吗 对 抓起来 判死刑 那这个在民进党的 中华会有讲 还包含海基会的讨论说 如果你要去做生意 如果你要去念书 除非必要 能不去就不去 所以这个时候旅游警示 会提高 我觉得方向是合理的 可是以后被一次提到 陈色 我们都后续在观察 那观众朋友 回过头来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旅游警示 除了政治意涵上面 因为总统都说 这么危险的嘛 所以它会提高 看起来也是一个 政治正确的方向 但是这个旅游警示的提高 我现在讲 技术层面的问题 俊杨哥为什么 因为我们同时 在告诉我们的旅游业者 6月1号以后 大陆团就不能出了 讲说大陆团不能出了 我讲说不能出了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出 那是你之前规划 有没有 对 所以这个之前规划 这些旅游团 这些也放行 对也放行 可是它现在告诉你 如果真的生到橙色 或是真的红色的话 那么在旅客退团的时候 才有依据 没有这个警示 你没办法 没有办法有依据 包含了房 房间跟这个机票 跟这个团备的问题 所以如果它把它提高的话 就是政府告诉你 这个地方危险了 如果你想要退团 不用考虑钱的问题 因为会有相关的补助 会补给这些旅行业生 所以你到底要 国人往哪里去 你说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橙色警戒 好吧 没有邦交 如果我们的邦交国 应该双方有所谓的互助关系 比较安全了吧 爬到好不好 帛琉 我都去过 它基本上就是对 大家去做服务前 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传出 有我们台湾的旅客 女性 她到了爬拉 国流 到了机场入境的时候 没有办法顺利入境 被叫去检查 被叫去问话了以后 居然要她 观众朋友 脱光全身上下的衣服 连内裤全部都脱光 然后去检查她的私密处 为什么 她夹带毒品了吗 不是 对 你讲的就是重点 我一看这个新闻 以我们的经验 一定是被怀疑夹带毒品 才有可能去检查私密处 可是看这个新闻 检查完以后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怎么叫羞辱人啊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可能这个帛琉 现在目前来 观众朋友 有邦交 就要以邦交国的方式来处理 帛琉跟我们是有邦交的啊 那你就要去好好问吧 外交部对不起 可能一个礼拜天 你没有这个答案的话 我相信你反而不会放他过的 你至少问看看嘛 你是掌握了情资吗 这个班机是从哪里飞哪里的 因为细节部门还没那么清楚 先前有没有人这样夹带过 看起来是有 就帛琉当地有曾经有这个华人的旅客 夹带毒品进去 所以他要检查 可是你要有所本啊 你那是班机掌握 还是说这个旅客看起来 他身上好像就绑来绑去 对不对 你凭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我们有邦交国 我们的住外人员 为什么都没有跟这个 帛琉方面去做这些协调 所以呢 这样子的状况已经出现了 这还是邦交国 帛琉的观光 为何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私处 我相信外交部要赶快跟帛琉 严正的交涉 国防部今天证实 美国对台军售又最新进度了 上百亿的弹簧刀金售案 现在正快马加鞭 美国真的想把台海变成无人地狱 让共军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明你看 两岸局势步步升温 下个月即将登场的汉光 时兵操演就更显重要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传出了 取消行之有年的 红军来犯的角色 就是模拟共军来犯这个角色 为什么取消掉 是岂不让部队的战备实证经验 要大打折扣吗 你担心身高对立 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 这是什么逻辑啊 赖清德总统在19号早上的时候 召开一个记者会 因为他就任到现在为止 要满一个月了 结果他在这里面除了提示说 他要成立三大委员会之外 另外讲到这个所谓台海问题 他就提到说并吞台湾 是中共这个国家的政策 但是他强调说台湾不会屈服 所以在同步的这个时间里面 你看到我方也正式讲说 美国公告要卖给我们 军售弹簧刀300型 跟所谓的600M的两款 这个攻击无人机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总额是116亿里面 其中包含到什么 像这个所谓的弹簧刀300型 基本上因为这个 在俄乌战场的时候 大量被使用 而且单兵就方便携带 虽然它的滞空巡航时间 只有20分钟前后 但是作战半径可以达到30公里 最重要是因为它是单兵攜带 所以它的部署到发射 其实两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里面 就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攻击 那你可以看到另外这个 Ertius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600M的空中 它的续航能力更强 将近达到4个小时左右 所以对我们来讲 当然会觉得说美方是不是 对我们有这个加强 要防卫台湾的这个决心 但重点来是猫腻咒 这批军售目前是只有 291架的这样一个数量 你如果从这个所谓的 116亿的总额会觉得说 291架这些东西 感觉上好像偏少 所以现在外界也很好奇 就讲说你这个是不是 透过后续的这个军售 或者是授权合作 在台湾这边也可以生产的 来达到你今天整个总额的项目 所以你看到明天就是 总统就职满一个月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台海的兵凶战危 昨天才跟你讲 094那条大黑鱼 浮出惊吓水运 已经够惊险 今天来看到 华府智库提出了 什么样的警告 过去在国际上面 对于台海的这个 所谓的局势来讲 一些在最早期的时候 都认为说 台海其实有可能会发生战争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这个观察 都会认为说 台海可能变成叫做 即将发生战争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华府智库访问台 到这个台湾这边来 那赖清德在接见他们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大西洋 理事会就提出了一件事情 他说台湾地缘政治 目前其实情势 非常非常的剧烈 那这个当然来自于 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开始有一些这个动作 包含到他的这个 所谓的第三艘的 这个航母 福建舰 在最近的时候 不是也开始进行 这个所谓出海海事吗 海事 结果呢 你看网路上流出了这张照片 却被大家发现到说 哇 你看 这个原先福建号 它这个福建舰 它原先在这个曝露出来的照片 这个整体的船身 在包含舰岛的部分 跟它的船体 其实颜色都一样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现在 你能不能看到 这边呈现一个 熏黑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表示你海事 变得非常勤快 海事的整个操演的任务 非常的繁重 另外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是 惊吓水域 上浮的那一艘 094的核潜舰的同一天 来看看 菲律宾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台海是个问题 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中国跟菲律宾在过去 为了所谓的人爱交的事件 其实一直不断发生海上冲突 结果在17号的时候 中国海警居然去攻击 菲律宾在南海 这个所谓人爱交这边 去执行补给的人员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按照菲律宾的说法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强行的采用 类似像武力的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导致菲律宾七名的 这个士兵受伤 还有一个人手指头都断掉你你知道 好那人具有问题 这个时间点敏感在于 同一个时间 包含了菲律宾 包含了美国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加拿大 四个国家在这个附近 进行海上演习 老共怎么这么敢 你没有克制也就算了 你还去惹事 而且其实就美菲来讲 事实上他们有一部分的 我们类似像协防这样一个约定 所以外界也在认为说 你看像福斯新闻网就说 中国大陆现在在攻击 所谓的菲律宾的船只 其实是在干嘛 他第一个在测试你美国 就如果今天 这不断的跟菲律宾 这个产生冲突 你美国要不要出手 甚至他们怀疑讲说 这是不是要激怒美国 而为这个中国大陆 未来有可能发动台海战争 来进行准备 原来菲律宾的兵凶战委 已经反馈到台海来 好 如果两岸的 所谓的恶性螺旋 恶意螺旋 不断的堆叠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备战了 我们要备战兵凶战委的情况之下 下个月的即将登场的 汉光操演就重中之重 没有想到今天 最近居然传出了 他要取消红军登陆的 相关的演习的角色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 立刻引发这个军方 还有大家舆论上面的讨论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以汉光演习来讲 第一个他会走 这个所谓的电脑的兵器推演 第二阶段就是走到 我们甚至叫做 时兵验证的部分 过去传统其实都是用 红蓝军的方式来进行对抗 那蓝军当然就是我们自己 属于防守方 但这一次说要取消 所谓的红军对抗 那就让一些观察家会担忧的是说 其实我在时兵对抗的过程当中 红军扮演的不再只是一个 所谓兵器上面推演的角色 因为他其实是会透过 这种所谓的时兵的状态 去让我们去了解战场的真实状况 但是我们国防部部长 布立雄 他就说 我跟你讲 其实不要再透过对抗的模式 来进行演练 就用所谓的真实想定 来作为验证 可是老实讲 外界对这个所谓叫做 真实想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兵器上面 其实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要透过这种 所谓时兵对抗 或者是用这种 红蓝军对抗的方式 我才有办法身力其境 还有一个是你要验证 你在兵推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盲点的存在 那都是冷兵兵的参数而已 所以大家会讲说 我们国军在这一段时间 又取消了一些所谓以前 大家所质疑的这个基本教练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刺枪术 这些东西 到底我们国军能战或不能战呢 结果你知道又传出 一个难堪的新闻 因为马祖南竿守备大队 居然传出来说 他们的上校大队长 之前去参加这个所谓的 民间的一个妖艳完了之后 就喝醉了 喝醉算了 居然有他这个女性的部署 进到他那个办公室房间 去跟他报告事情的时候 疑似了对他的女下属 进行性骚扰你知道吗 都什么时候了 这边已经讲到都要开战了 你这样子是要怎么上战场 那当然军方现在去调查的时候 传出来是讲说 这个所谓的上校 他就讲说我已经喝醉了 我其实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军方也讲说 他们其实已经进入调查 而且这个所谓的 南竿守备大队的这个大队长 已经被计两大过 并且调离线子 但我们就回来看 就马祖南竿基本上 对我们来讲是前线中的前线 那结果没有想到你居然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高阶的大队长 也都产生这种所谓酒后 疑似乱性的这样的一个丑闻 那你今天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那国军到底在面对到 真实战场威胁的时候 还有多少的能力 能够往上去抵抗呢 这个其实就变成是 国防部现在最大要面对的问题 斯康现在才传出 美国要把台海无人地狱化 让老共不敢越雷池一步 你看现在的弹簧道无人机 就要来了 脑子已经做好了 登岛抢滩 遇血奋战的准备了吗 事实上就是我们从 过去这八九年来 基本上就武器 美国说我们就买买买买买 但是我要看他什么时候 才真的到货 我觉得到货的情况很重要 阿扁时代 我们那时候什么 决战境外 有没有 决战境外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领土线 以外呢 12里海里 然后领空领土之外的 通通把敌人的歼灭 到现在变成了 要打相战了 要打相战了 因为我可能底下转弯碰到解放军要揍他一拳 那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变化 难道是 大陆跟我方的国防的整个力量出现他的对比吗 还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准备不够呢 没办法决战于境外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说美国要把台海变成地狱火 我想倒霉是谁呢 除了解放军攻击的敌人之外 倒霉是我们自己啊 地狱火会烧到哪里 不知道有时候风一风一风这样一片烧到我们自己的本土啊 所以战争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要备战 老共要侵略台湾非常可恶 但是最高的决阵是要想一想 你对大家最好的安全最好的保障是 不要陷入战争里面 我觉得现在好像感觉一个舆论氛围就是说 我很想一战 战争很好玩 战争可以利用战争的把这个中共大陆击垮 击垮之后台湾就永世太平了 事实上你有这么容易吗 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啊 韦翰怎么看 今天那个赖清德总统记得其实有讲 他的讲法其实就跟我之前的理解是一样的 就是说备战是为了避战 备战不是为了求战 那国民党的路线其实也很清楚 马前总统就是说两岸根本就不要战 不要战就不会有战争的问题 所以要全力的避免战争发生 那两边的走的方向不一样 不过现在俊阳哥很简单 现在目前中华民国总统就是赖清德 所以他的路线虽然很多人包含国民党觉得危险 可是至少他做的这个方向 必须配套现在美国卖给我们的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的这个台海的这个无人机的海空的前置 它是必要的 因为赖清德总统讲了好几次 今天记者会有讲一次嘛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互不隶属啊 那也确实看起来中国大陆是很跳脚 所以这个就是在搞台独 所以就接下来会有动作 那怎么办呢 就只好使得那个 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那个顾虑更多 比如说如果对台动武之后 中国大陆就未来跟上美国的机会就更没有了 其实这个逻辑耶 就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 他就再也跟不上美国了 如果他打过来没有办法很快的登陆 或者是没有办法登陆 海上跟空中都有无人的装置 他上不来 那所以美国必须卖我们啊 那再来第三个 不出兵的话美国一直讲说 因为川普接受访问他讲说 他不会出部队对不对 就是Send Troops 他不会Send Troops把部队放到台湾来 海海困难重重 你想要来 你要登陆 你就会遇到空中跟海上的处地 结果评估之后发现说 这个代价太惨痛 也不能达标 而且打完之后 他就不要出兵了 他就不要出兵 所以虽然蓝绿现在目前的那个 最后的避战的路径不同 对 民进党是备战来避战 那国民党是对话来避战 那希望最后的答案就是不战 不战就是台湾2300万人 最大的福气 来请德总统上任即将届满 一个月来看到今天羞腾腾的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出来 居然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赖总统奢望跌破五成 换言之 有将近200万人 一个月之后 他们为什么跑了呢 当然你顾好经济 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 所以赖总统接见工商团体 拜托大老板们 要不记得帮员工加薪 可是我还要我们来问 两岸冰封 EGFA断流 用电焦虑有增无减 哎 样样无减 你得先让公司赚到钱 加薪你才有力气吧 好 今天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以前啊 马亦有常常讲一句话 民调是一时一地的 我们会注意 但不会太在意 所以民调是一时一地的 那今天给大家看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同一份民调哦 跟大家看几个重点以后 了解一下 现在这份民调 所展现出的部分民意 因为别的民调可能不一样 好吧 观众朋友先提醒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最新的民调 就在前几天 6月10几号的时候 他所做的赖清德总统的声望 因为他前一次4月有做 他再做一次 现在6月的又 事隔两个月 48.2 你等一下 赖清德总统不是拿40%得票吗 是 所以48.2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惨跌10% 真的是惨跌10% 因为他4月的时候呢 其实你看 来 你注意看 灰色的时候是4 5月的时候 是 然后这橘色是最新6月 对不对 你注意看 非常赞同的 掉了差不多1% 对 所以最铁的那一部分 那不几% 是 然后呢 还算赞同的呢 掉了大概8 9% 所以加起来将近10% 10% 所以本来很铁 很铁支持跟 蛮支持的都掉了 对 结果呢 就是每一间那个地方增加了 7.2个百分点 所以这些人 显然是转到中间来了 本来在4 5月的时候就觉得 赖清德赞啊 所以有58% 就现在掉了变48% 掉了10% 这表示这两个月 有很多原本是赖总统人 对他失望 他们为什么离开了呢 他们虽然离开 可是还没跑过去 如果再过两个月 可能跑到变成 因为你知道 不太赞同跟一点的不赞同 这部分其实25.6% 完全基本上没动 对 所以观众朋友 问题就来了 我就跟大家做解读 因为赖总统 他少做了几件事情 先看一个民调 同样一份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礼拜 马上就要复议议决了 对 那复议 复议 那民主党提复议 那你自己不会提 这个对不对 倒阁吗 民主党讲说 我们逻辑上不能提 你蓝白可以提 柯建平讲说 好有种就来提 但是 显然没有人会提 那怎么办 就是进行复议的议决 复议如果失败以后 再进行试线 试线以后再吵半年 半年以后 刚好明年一一月 可能又要罢免 那不就一路乱下去吗 那当然这个叫做 民进党的武功心法 就是要抗争到底 可是观众朋友 这个东西民调 刚结录看下来 这个民调看完以后 礼拜五 场外有人 场内会吵 应该是跑不掉了 为什么 居然有51.9 同一份民调 51.9的民众支持 这一次的复议案 那当然有各种解读 支持复议不代表 支持民进党 我觉得没错 支持复议不代表 支持民进党 因为同一份民调 我们先只能给大家看两份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其他有关于藐视国会 国会调查选 很多支持都过半 那既然你们都支持 这个国会的改革 那你为什么又支持复议呢 那不是很矛盾吗 不是 俊阳哥我跟大家解读 就是支持国会改革 但对于这个过程当中 觉得没有那么满意 没有被说服 又或者是我还不太了解 你们在吵什么 对 就是说其实 确实这次的速度 稍微快了一点 那蓝白还是要花时间 去跟大家做解读 好 那很简单讲 那既然是这样 好 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的看法 那一总统 你在两个月中掉了10% 表示你少做了很多事 包含了 你怎么都不去 跟在一党的主席借个面呢 你朱立伦 柯文哲 他是在一党主席 他手握国会过半的席次 你都不跟他们沟通 两个要过 怎么会过 第二个 你为什么不开国事会议呢 社会的贤答 包含了我们未来 两岸现在看起来也很危险了 所以国事会议 立院国情报告 还有第三个 你可以直接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啊 你只要愿意去国情报告 明讲自己就可以提了啊 29节都能提了 你来报告以后 我刚刚所说的这三个 再讲一次 跟在一党主席见面 召开国事会议 或者是跟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都可以降低朝野的对立 但是赖清德总统 他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一路的抗争到底 所以就是他现在目前 很明显的民调是科学的 他的支持度 从58%掉到48% 掉了将近10个百分点 也就是200万人 你刚刚把时间走拉出来 你看哦 礼拜五表决过后 再来进入视线的这个部分 再拖就是半年 就年底去了 老百姓能等吗 这半年乱操操乱烘烘 那经济怎么办 我们过把头要安装 人民等的是这个吧 所以我跟俊安哥报告 我们当评论员听起言观其行嘛 我从旁边看 赖清德总统采取的态度 就是抗争 踩到底了 但问题是苦主不是他 他可能四年后 如果再选没有赢 才会变苦主 现在这四年以宣法的 这个现在目前的程度 总统的权力极大 责任极小 监督不到他 不开机只会不到立法院 你就没办法 那苦主是谁 苦主就是卓榮泰 因为卓榮泰立法院 现在看起来卓榮泰 因为原本大家想说 是不是做到2026 就是那时候选现场 2027的时候 结束可能换成其迈 那他这段期间 他有什么表现 他很难有表现 俊安哥 我刚刚所讲的这件事情 因为总统下令是抗争 那他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你只能战 你要拼经济吗 现在是在拼负益 你要拼这个能源吗 现在在拼什么 像朝野两个人要罢免 所以总统太院 总是变成是一个 看起来态度很温和 可是他变成是一个战斗内阁 也不是AI内阁 第二个 苦主有三个 第二名叫做郭志辉 第三名叫什么 他叫做彭金龙 来我先讲彭金龙 因为这个我还刚才特别问你一下 真的柯建民有这样讲吗 媒体报导 那天不是参会吗 那郭志辉被saving 上次我们讲了一部分 今天有更多内容出来 我等一下跟大家补充 先讲彭金龙 彭金龙是金管会的主委 那一天去参区的时候 卓榮泰院长带了官员 民进党立委都过来 你是谁啊 我现在讲媒体报导的内容 你是哪一位 他不认识他吗 这个是你们选出来的金管会主委 你是哪一位啊 我是金管会主委 彭金龙 我怎么夸过你 我又去拜会 说柯建民总装当场大胜 没有夸过你啊 你都召一头 我去的法院拜会 你拜会谁 拜会蓝白的立委 蓝白立委比较多 你觉得拜会蓝白立委 这样子哦 你都拜会蓝白立委 那我们这也是民进党人 你不是应该在这里啊 你出去 冬天赶紧 冬天赶紧出去啦 那当然这一段的报导内容 我问柯建民助理 他说是没有这件事 他说没有这样用词啦 可能有抱怨他们的谈话 包含上次郭志辉不是讲吗 就讲说我基本上不赞成台电补助 后来第二天被改口 就这两个官员在那个民进党的参会当中 被saving 那他们以后怎么办 他希望蓝白的立委多支持 因为你要知道 郭志辉彭敬龙他们都是 怎么讲 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 他不是政治性很强的 可是你今天遇到了 现在目前蓝绿白是对撞的情况之下 现在要复议 之后要视线 然后明年还可能罢免的时候 这些官员 比如说卓翁泰 郭志辉跟彭敬龙 你三个苦主啊 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手上 他只能够选择 继续在船上对撞 又或者是赶快下船 就两件事嘛 倒也朝野对撞重要 还是解决民生经济问题重要 老百姓在乎的是后者 老百姓在乎的是后者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讲 賴清德总统是不是要这么硬 包含你政治上面 跟蓝白是不是要这么硬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能源 你看这个吴东亮 他在这个工商协进会的理监事 他在这个交界的时候 去跟这个賴清德总统讲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电力 更加的这个稳定多元的电力 其实也就是在讲说 核电能不能继续用 可是其实賴清德总统 也没有给他回应 那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核电就要赶快 7月跟明年的5月就要退出了 这么多的工商企业界 包含这次黄文迅回台湾 大家讲说 我们台湾电一定要很重要 以后还有AI对不对 可是问题賴清德总统就不愿意 那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个包含电 包含能源 包含立法院的工房 还有什么 还有两岸 现在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来台湾 第一个游客曾经满19前总统时期的时候 一年多少人 400万 400万 现在是几乎没有 因为团客自由行都没有了 那还有没有人来 有 有人来 胡哥来 胡哥对 胡哥 我欢迎胡哥来 欢迎胡哥再来好不好 那什么人来 就是专业人士 跟这个商务交流 以及这个医疗健全 但这三类 不用我都讲了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这三类2019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就表示归都收起来 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重用之下的时候 未来包含的EGFA 会是台湾造成的冲击 这些以上所述都是赖总统的难题 那你要对外 你内部要先团结 现在目前内部不团结 赖总统真的可以好好考虑 跟在野党怎么样进行沟通 把能源跟这个包含两岸 还有经济发展的事情 好好的沟通 政务才能够顺利的运转 好 雨萱 我们就来看到了 台湾民主基金会 今天的这个民调 一个月的时间 赖总统的满意度 跌掉了10% 跑掉了200万人 你怎么解读这一篇民调 不是 这赖清德自己选择的啊 他自己要这个结果的啊 那我反问一件事情好了 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一个月了 请问一下他做了哪一件事情 做了哪一个政绩 他有哪一个规划 有哪一个方向 有哪一个目标 就没有啊 他的成绩案是挂蛋的嘛 赖清德只有一种指 你知道什么吗 就暂帖 到处下暂帖 我先讲啦 为什么那个内阁会被骂 各位 为什么我们讲的 彭青龙会被骂 郭志卫会被骂 因为理由很简单啊 就一个字 不够绿 就是那个绿字 从头到尾 我看到那个报导 我整把火你知道吗 他说哎呀 内阁应该有专业啦 是没有错啦 但是这些人 都是外星人内阁啦 那理由是什么 讲白因为他们不够绿 还说什么哎呀 提什么这些 内阁只会讲高科技啦 只会讲AI啊 这些产业的不外愿景啦 都不了解这个中小企业 传统财业才有票 我听到我真的杀咽 所以这到底在讲什么 你今天请来这些专业的人士 不就是要替台湾中华民国的未来 做一个破话吗 那黄仁迅来到台湾是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生产AI的一个重镇嘛 我们是未来关键 这个是我们讲产业链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请问一下俊强哥 台湾到现在AI的应用要用什么 有这个选项吗 有这个答案吗 还是等到五年之后 又输韩国了 然后回过头还在检讨说 为什么我们当初都没有好好的发展 没有好好的运用 各位记不记得 当初2G 3G 3.5G 4G那个时候就这样啊 又慢了啊 那谁害的 政府害的啊 就我们现在的这些执政阁员 明明有这样的远见 我们所有的绿营的人 这些立委们 忙着给人家洗脸 忙着给人家洗门风 你今天柯建民洗的是谁的脸 彭金龙你认不得 那赖清德认命了嘛 你在洗赖清德的脸嘛 那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会找到这样 因为到现在为止 赖清德没打算执政 他只想要选举啊 各位不是罢免耶 也不是什么反民主 也不是什么烂权耶 都不是 赖清德就很简单一句话 我输不起 所以我要再重选一次嘛 那你重选一次会变什么结果 中间选民跑光光 变成只有蓝 只有绿 两边基本交易派对决 所以你说这个民调 我还算高了耶 还有四成八耶 打到底我跟你讲 最后变四成 变三成八 就只剩下民进党的基本交易派 会愿意站在那边 但他有没有所谓 没所谓啊 他也不管你AI啊 他只管你选票啊 这四年他只想着怎么联任啊 他只管着立委可不可以拗回来啊 就是一个选举总统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董哥 在满月之前 看到跑掉两百万人的支持 真的是因为搞砸两岸 专注朝野对立的结果吗 民进党都在A 人民都在I啊 那这是 现在大家所流行的一句话 你找黄仁新来当总统 来当经济部长都没有救 因为民党现在的意识形态挂帅 就是干到底 那这个其实很悲哀 赖清德 事实选票心有不甘 立委员为购办很不爽 也一定520继续占到底 甚至可以讲 1月13号投完票 1月14日他继续占到底 你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嘛 是 所以我们看到了BI 就是我们选出的 一个总统 他根本没有心要做事嘛 是 谁会讲郭智慧不是人才 彭金龙不是人才 都是啊 他们是以专业进入内阁 可是民进党整个氛围要求他们 你要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去战嘛 大家都知道台湾最大的问题是电嘛 没有人员就没有国力 那你今天要人家来投资 你要给人家稳定的人员 这十几年来欧洲商会 美国商会 每年都拿出 白皮书来都是这个重点嘛 那我们有没有解决 没办法解决啊 没办法解决 今年7月 河山1号机停 明年5月 河山2号机停 你要完全的非核价员 你东西补不上 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然后一直讲讲 讲到2025年 什么都没有以后 然后再来获偎莫及嘛 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政府不做事 而且不准别人做事 我相信彭金龙 郭智慧很想做事啊 他们在企业上 自己是有地位 他们也是董事长级的 有自己的公司 他们希望说能够让台湾 政府很重视企业界 然后他代表企业界 来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民进党要他对干嘛 羞辱他嘛 羞辱他意思是什么 你们不够力 你们战斗力也不够 帮我们对抗燃金 所以羞辱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你们快滚蛋 找一些比较力的来 那这个情何以堪啊 我们今天看到台湾的 BAI都在这里 好 易善 我们今天看到了 总统执政满月前夕 出来这份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调 你带我们来看到 你如何去解读执政满月前 总统的声望 重挫了快要10%这件事情 民调的下滑 我觉得是可预见的 因为毕竟 所谓的这个四个月的 对你的期待 一上任之后 马上希望看到成绩 但是成绩又还没办法端上来嘛 所以这个是可被预期的 所谓的民调的下滑 但是从一份民调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民进党的支持度上升 而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支持度下滑 这个代表是说 民众除了对于内阁 现在还没有成绩的 一个不满意之外 他其实对于三党 在立法院的表现里面 一个判断 民进党当然维持 相对来讲 稳定的一个 所谓的持平的状态 他的上升的幅度 虽然有上升 但是幅度并不大 但是国民党 跟所谓的民众党 在立法院的表现 真的就必须要检讨了 那我觉得还是所谓 回到国会复议案这件事情 国会的所谓的扩权法案 或者是国会改革法案 民众的不满 这个不满不一定说 不支持所谓的国会改革 我们另外看到 另外一份民调 支持国会改革很多 同样的支持 行政院复议也很多 代表一件事情 民众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 内容是不了解的 而内容的不了解 不要忘记了行政院提复议 复议的概念叫做 重新再讨论一次 民众其实是期待 国会可以重新再讨论 这一步所谓 三读通过的法案 而这个三读通过法案 透过公开透明的重新讨论 不只是对于所谓的 国民党民众党 甚至对于民进党来讲 民众才会开始相信 你国会是有能力 去处理国政的议题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份民调都看得很清楚 赖金德要加油 但是台湾的国会 民众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必须加油 好 建平刚刚议善的一个说法 你带我们来看到 这一份民调 在这个地方 支持行政院提复议的 超过一半 也就是说 你的卵三我都不知道 我希望你们重新讨论 换言之 前台词就是之前三读 跑太快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吵什么 你怎么看 从这个民调 对照之前很多的民调 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刚刚议善也有讲到 很多的民众其实 还是搞不太清楚 国会改革这五个法案的内容 到底详细的情形在讲什么 根据6月7号 ET Today的民调里面 有57.3%的民众 支持国会改革 支持总统国情报告的更高 65.7% 快要逼近七成 当然你可以从这个数据解读来说 民进党他希望能够在 这个街头上 扳回他的这个劣势 然后用民众在 这个外面集结的这个压力 诉诸蓝白的 庞大的政治压力 但不要忘记 我用游云龙的话来送给他们 提醒他们 不要输了主要的民意战场 在立法院输了表决就算了 也输了主要的民意战场 而只是在同温层里面寻找支持他们的民意而已 好 我们关注两岸关系激动 雨萱到我们来看到 今天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这里 观众朋友 居然在惊吓海域 渔民捕小馆居然捕到了大黑鱼 你来看看 就贴着台海中线扶上来的这一艘是什么 居然是中国094的弹道核潜舰 你要对台秀肌肉吗 为什么要出动这种射程 可以一棒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杀气 我们讲海峡中线 有战机飞过 这已经是常态化了 但特别在哪里 包括屏東这个地方 他用所谓的无人机来绕过去 以及在东部外海 还有所谓的直升机 所以这个叫做三面包夹 大家看完之后 不仅想一想 不对啊 实际上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绝对不怕台湾 那为什么又对我们 秦平的文攻武嚇呢 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第二个更可怕 捕小馆的渔民居然捕到了大黑鱼 上行程一看 战略何浅见啊 对没有错 因为今天这个渔民呢 我们在这个惊吓水道附近 他们被吓死了 吓死 本来想说大家在捞着捞着 捞小馆啊 捞什么就 那一艘那么大艇 还有是污套路吗 不是啦 就是说好像说 因为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个说可能是升级版的冻九室 有一个人说是冻九六 但如果冻九六是严重的 因为冻九六这个唐级 是大陆目前最先进的潜舰 他们讲应该是冻九室 没有错啦 那冻九室可以发射什么 可以发射那种巨浪 这什么就是我们讲这种长城导弹 这当然具有非常破坏性 可是他们讲不对啊 你浅舰 俊阳哥应该是要在哪里 应该是要水底嘛 结果他浅舰变成什么了 变浮舰 他变船了 连渔民都侦测到了嘛 很怪 因为我会不会讲 他这个时候好像是这样 当他浮上来的时候 的确把渔民给吓坏了 想说是在搞什么 又来文攻武嚇吗 结果后来呢 中共解放军呢 又派了另外一艘船来 陪着他 然后两个人就一路信信然的回去 所以他们在推测 欸不对哦 会不会你根本不是动荷 是你机械故障了 在这边撈开 所以才会被渔民给捕捞到 被渔民给捕捉到啊 你今天看到的094这一艘 大黑鱼上浮给你看 大家不笑笑而已哦 导播我们来给大家看这段画面 就在不久前 你看到老共 他居然展现了哇 这么惊天一炸 他在炸什么啊 他炸这个 这个叫做退役的 原本就是说这个船是1990 但就是他们使用的这种两栖登陆舰 他把它做成靶剑 就各位现在看到这个 那这个靶剑呢 他的型号呢是洞七四 那你说为什么要用这种靶剑来打的 因为他在测试 来说明说哎呀 我们的水下鱼雷呢 有多么厉害 所以呢 他等于是用浅射的方式 就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 这个浅剑所可以发射的鱼雷 打到之后呢 果不其然 他的屁股呢 整个翘个朝天 水花呢震的天高 就各位你现在看到外面 哦 有没有 他说整个龙骨呢 都已经彻底破坏 被炸离海面了 验证说我军威武解放军 他有攻台的能力之一嘛 好 宇宙 但我们来看到 两岸的恶意螺旋 越跌越高 这个时间 绿营的测译 还在那边 大搞统战 反统战吗 来看到 你一看就知道 这根本是完全 不能相信的 所谓的小道消息说 老共要寄收余天去当党主席 哎 你看到测译 掌握到这个讯息 整个嗨了开始 疯传啊 不是 嗨就嗨嘛 这自立测验的问题啦 一般人收到诈骗警局 一般人收到诈骗信件 都会有点辨别能力 特别是太荒腔走版离奇的剧情 但是偏偏就有人相信嘛 这个人叫谁 就我们昨天讲到的 哈利波特 不愧是这个魔法界的霸主 为什么 因为原本呢 大家讲说 哎 是不是真的有10个网红 收到中国人要约 那这个要约要干嘛 要去中国拍片 拍片之后呢 要来搞统战 就后来发现 从头到尾都是骗局一场 是 因为同一家公司 各位 也跟余天这边呢 提出一种说法说什么 还说我们呢 要成立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呢 叫做台湾永和党 讲白了就是统一啦 然后我们党主席要找谁 要找余天 一棵榕树下 我们的党会就是一棵榕树 对不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 这个女性的合影期 还说什么 的确我收到这个合约了 就是北京时光的影视事业 而且呢 还不止把民进党 一狗票 人什么林佑昌 许国佑 全部都罗列里面 但各位啊 请问一下 两千三百五十万个台湾人 我们有正常智商逻辑的人 谁会去相信这种鬼话 没有了 但有一个人相信了 就是我们的哈利波特 哈哈 他说到哈利波特 波特王登高一呼 四面猎屋 昨天不是在讨论 那一个才成立一年的公司 影业并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影业项目不知道 哦很多的网红都接到说 哎来哦 十万人民币帮我说说中国的好话 大家也就信了 来这个人也收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张思刚 哇他也被统战了吗 诗刚哥今天刚好没来 而且诗刚哥现在也听到说 哎不对我不是 他是叫我要付钱 为什么你看 诗刚哥说我去的选举期间 收了一个怪信 也是这个北京时光影视 因为这个时光影视 到目前只成立一年而已啦 那整个很像是这种空投公司的概念 他说他提供我选举策略 那种真的假的 而且说建构新形态的两岸关系哦 他说请他支付十万的人民币 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份文件 不知道我平心而论哦 你要如果要张思刚哦 选一个立委 然后讲说什么新形态的两岸关系哦 他这个话讲出来 他可能马上就落选了 开什么玩笑 看到标题就是要骗人的 但不只是这样 甚至是呢有这个我们讲有台的记者 还特别跑到北京当地哦 去找出到底有没有这间直观公司 所以后来发现 根本没有地点 也没有招牌 也没有建筑物 就是一场空嘛 这个骗局嘛 但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骗子能骗多久 傻子决定的 真的有人信了 结果这个北京时光说 我们给十个艺人 十个网红 一个人一千万哦 很好哦 来拍片哦 谁相信了 我们的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相信了 说真的真的 我根据可靠消息啊 真的有网红 要跑去大陆啊 就后来发现 根本从到已经骗局一场 但他信了嘛 他一定是气说 我怎么没收到这封信嘛 可恶对不对 不然还可以转个弯 对不对 反正就拍个片 钱好赚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讲 就是讲 过去他真的是有收过这个钱 谁的钱 来自于大陆的钱 因为中方呢 就曾经资助过 我们的哈利波特 那个时候他叫哈宏波特 还不叫哈利波特 跑去哪里 有去冰岛啦 有去澳门啦 反正的全程呢 都是由我们讲的 中资招待 而且招待之后呢 他甚至还帮中国的一款手机呢 代言这个我们讲的 我们讲广告 他还说什么 哎呀我如何撩他 因为他说以撩妹作为起底的嘛 所以我们就讲了 闲货才是买货人啦 哈利波特 这一次可惜了 这一次一场骗局 否则你就有机会赚到一千万人比 哈哈哈哈 董哥 回头来看你的家乡金门 今夏水道 居然出现了这一艘大黑鱼 094 那个不是普通的老浅舰 这是最精锐的战略杀器 出现在今夏水域 多么不可思议 其实你可以看最近一连串 从无人机一直到金门 对不对 然后再看到昨天的民航机 那一波接一波 大家觉得说 哇好像都朝着你们金门来 其实金门人是没有在怕的啦 金门人敢打 可是 他这一波是针对什么 针对赖清德 赖清德只要讲到相关的 两岸 还是两国 户部隶属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动作就出来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 赖清德这两天 到陆天官下又讲什么 还是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嘛 他不是跟马航九在对抢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氛围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当然大家会比较注意到金融时报 洪德莱恩 转述他跟习近平碰面 习近平说 美国要我去打台湾 我不会上当 大家觉得这样 其实这个另有一番解读是怎么样 因为他背后 如果 中国大陆要打台湾 他只有一个前提嘛 台湾宣布台独 宣布独立 简单讲 这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但是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丢出来呢 其实就是整个赖清德上任以来 这些 中国大陆的话语 或者他的动作就一直不断 那这不断当然就 很多人说叫做敌意楼弦 其实过去一直被忽略了而已 只是因为赖清德去加强他的台独动作 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他也有更多的 金氏上的 或者一些语言上的 一些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忽略了 说赖总统讲了一个什么话 对岸都会有一些反应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 因为他也有他的民众 有他的军队 他要交代啊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国会改革赴议案在立院被挡下之后 总统今天亲上火线正式宣布 申请示线 同时提出暂时处分的申请 朝野冲突这一下真正进入了全新的战场 总统一声令下 要知道普院党四路并进 四个机关同提示线 很想赢对吧 怪了 民进党团提赴议案 为什么又缺席辩论庭 难道党下国会改革案 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放火烧 一路烧到罢免 一路烧向2026嘛 好 军队告报信的观众朋友 有看五期报新闻 你都没怕辖 因为这个事情早就在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都跟观众朋友讲了嘛 对不对 复议是个流程 接下来是申请示线 还没讲完明年2月 还可能会有罢免 对不对 所以一连串的 有一个日记叫做 逃避可耻但有用 现在看起来是什么 对抗 是会非常的对立 但是看起来 却可能造成一路以下 以后民进党 现在目前目标 就是要对抗以后罢免 还要赢2026 要赢2028 观众朋友很简单 今天赖清德总统亲自出面 不是什么柯建民提示线 不是什么行政院 是总统府 行政院 监察院跟民进党立党团 四个单位 四件齐发 一起提四线 四个单位 所以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要提出四线 守护宪法 保护人民 两大理由 今天赖清德总统亲自出来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不一定答案 俊阳哥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是短短在两个礼拜以内 他第二次开记者会了 是 有没有 对 我们跟大家讲 第一个他不会去立院 上礼拜 我在我们报信 这个跟大家讲 有没有 第二个他会一直开记者会 结果还没有等到 9月1号的记者 百日上任 百日 他已经再开一次了 昨天晚上 本来是没有记者会的 是赖清德总统本人 跟他的务量讲说 那明天厂厅讲 那个我们要释线 讲完之后呢 讲完之后就离开 为什么不接受媒体提问 增加媒体提问 他就要在厂厅 这个方式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跟民众对话 但我不要到立法院 为什么不到立法院 他就说 因为这可能有违线 观众朋友 今天赖清德总统所提出 他亲自 总统要提出释线 当然他请了个律师 那个律师是洪伟胜律师 现在大家去爬出他背景 因为社会对他并不了解说 以前赖清德老家的时候 他也跳出来背书 那这个所谓青睐律师 一点都不怀疑 他这么大的一个 世线当然找他相信的人 所以基本上 他跟赖清德总统关系好 他也信任他 他也帮赖清德总统讲话了 那重点不在于他 不再宏伟胜律师 重点在于大法官 最后会做成宪法法庭 怎么样嘛 第一个会不会接受释线 第二个会不会有暂时处分 第三个就是 最后释线结果会是什么嘛 那今天几个重点 来观众朋友 帮大家做整理 如果你没有时间 看赖清德总统记者会 他就讲 因为现在要总统去立法院 急问急答 明显违背了宪政的设计 这是在总统的原文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已经过了这样三读的法案 我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我会公告这个法律 今天就公告 公告完之后呢 再依法提出释线 再依法提出暂时处分 有没有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这个法案 冻结六个月不上路 既然我不认同 那未来立法院 找我去立法院报告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啦 请在释线完成之后再来 因为他认为是有问题 他还举了个例子 他说我们当医生 要开刀之前 这个人的病死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血压量一下 有没有什么吃慢性病的药 都要检查之后才能动刀 所以他意思是说 好很简单 观众朋友做个结论 现在提出释线 是赖总统亲自要提 提完之后呢 他认为在释线的结果出来之前 他不会去立法院 但是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因为宪法法庭 大法官最后做成的结果 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 所以以后的结果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 只要结果出来 就要按照那个结果去走 到底这个法案 有没有违宪 就看最后宪法法庭的结论 好另外一个大在位 我要来给我们解答 为什么这一次 一个总统府去提释线 也够了吧 要不然再多一个民进党团 也够了吧 为什么这次行政院也下来 连监察院都下来了 视线抗争但有用 逃避可死但有用 所以全部都下来 监察院的意思就是 来观众朋友 现在很简单 我用简单方式跟大家报告 可能有很多观众们 有不认同来怎么这样做 对不对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监察院的调查权 现在被立法院 目前给拿走了 监察院有意见 行政院的官员到立法院 藐视国会 我们怎么接受配局 我们怎么当官 对不对 我们有意见 立法院的民进党团 立法院的行政法 他们是最跟这个法有关的 他们的主张也觉得不行 最后总统府是什么 总统府就是总统到立法院去 定期的急问急答的报告 他认为违反了目前宪政 是由行政院长跟官员 去立法院急问急答的 这个精神 所以四个单位都有汉格 那干脆四个单位一起提 而且就壮大了声势 那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目前把层级 拉高到总统亲自出面了 所以原本柯基民在讲说 我们是找专业的律师 来打这个宪法法庭的 这些延迟攻防的部分 本来他是讲说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有专业律师 可是立刻临桌就讲说 你党团提示线 你党团要有人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提示线 怎么可以没有人 话刚讲完而已 现在柯建民总统讲说 有有有 我们所有的人都 该去的都会去 所以包含可能是柏阳 包含相关的这些 就是在民进党内 比较懂法条 可能就会出席了 那总之观众朋友 现在把那个对抗 拉高到最高层级 你从来没有看过 总统亲自带队 监察院行政院 立法院跟总统 三个院加一个府 一府三院 四个单位同时要实现 对不对 有够冲撞 有够没 然后民进党的那个宣讲 还要到7月16会几天之前 所以我就讲 这一路的对抗 将会一直下去 直到明年的2月1号 之后还有可能会有罢免案 火药一直烧 烧到罢免案 明年的2月 有一群人不能缺席 就是青鸟 我要带我们来看到 也就是说 在前几天青鸟 在中战之夜 等那一天 人数翻车 认知作战翻车 现在对我们看到 一面纳粹旗 本来要好好操作的 怎么翻车了 好观众朋友 这个是在上个礼拜的 这个蓝鹰行动的现场 有人拿纳粹旗 在台湾谁会拿这个旗 基本上没有 那出现以后 民进党就会讲说 你看蓝鹰的行动现场 怎么会有这个旗 莫名其妙 就没想到拿这个旗的人呢 居然有民进党的党证 拿出来民进党党证 那现在民进党也就晕了嘛 因为你有民进党党证 你又讲说是国民党的现场 那根本就是 你是怎样 自导自演嘛 只有民进党 现在也有查出来了 他说这个人 在2010年以后已经退党了 观众朋友 其实说实在的 我对这个人 其实我也不了解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你去爬梳 确实来 我现在讲两个确实 确实他过去是民进党员 过去 现在不是 确实是嘛 确实他这几年 你看他的社群 这个网站里面的po文 是比较轻 可能支持国民党的 但不管是怎么样 他不应该去取纳税期 我觉得这一题 说实在 蓝队看来都没介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在这个 像礼拜五 我在我们报新闻 跟大家谈的内容 我看到很多网上讨论啊 你说罢免案以后 那小草怎么样 观众朋友很简单 因为小草基本上 现在还去支持黄国昌的 当然就是还是挺 可是我所讲的是369万 369万现在还有多少万 四年以后就知道了 如果最后下一次 柯文哲再选500万 表示小草变多 如果下一次 柯文哲再选 只剩100多万呢 被洗回民间票 对就这么简单 就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这个等于以后再来 大家不用去争执 所以重点就在于说 现在的复议 现在今天 第一阶段复议 今天开始叫市县 明年二月可能有罢免 这一连串组合权 不被停啊 一直来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就会讲说 明年二月没有 七龙就有个罢免案啊 对不对 谢国良的罢免案 现在已经到两万七千人 三万多就跨门槛了 所以大家就会 你看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林佑昌啊 早上我来访问他啊 对 他基本上对于 基隆的罢免案 他都没有表态 可是他的子弟兵 一个议员 他就提出说 我要支持罢免谢国良 就被解读说 是不是民进党中央 有介入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如果他对上的是谢国良 两个完亲这一柱 从基隆选战 打到现在的罢免 而他正是现在 发动宣讲的 那个领头羊啊 因为民进党 现在目前林佑昌是秘书长 是 他又是前基隆市的市长 在议题上面 他跟谢国良确实是对立 但是当然 他一直强调说 他没有介入这个 他也觉得说 罢免是人民的权利 如果人民支持 那他就不会被罢 如果人民觉得他干得不好 当然就会被罢 只是说 因为现在他基隆的子弟兵 也参与了罢免行动的时候 就被人家想说 你明明就是民进党 中央出来要罢谢国良 那观众朋友 因为谢国良 观众朋友 因为他基本上 这个罢免案会比明年二月 来得更早 因为现在目前 已经到第二阶段了 对不对 看过不过 7月6号的时候 如果能够跨过3万人 实际有效分数 那就成案了 那接下来就要看 他25%的门槛 过不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罢免案 来得比立委更快 而现在因为一路下去 蓝绿的对立的关系 民进党的民主党 又是林又昌 所以基隆这个案子 显然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谈 那看看谢国良 他所面对的 会不会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状况 那当然 如果谢国良 真的被罢掉了 那烽火就点起来了 国民党里面的这一些 立委战将们 他们会有很大的压力 后续我们可以再观察 好 宇宙今天总统 亲上火线 这一场记者会 你怎么看 我是赖心的把自己 走到一条死路了 因为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第一 他今天四线案 是一案并成 还是说五案 把它包裹在一起 各位你不要搞错 因为国会改革无法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国会无法 但事实上他是非常多 细项条文 比如说人事统一权 比如说总统到 立法院报告 比如说我们讲的 调查权 所以这五项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分开来 今天赖心得 他要视线的案子是什么 他说我不想报告 然后人事统一权 你不要来烦我 但其他案件 他有没有去碰 没有 但居然跟理论上来讲 如果这是一个 有信心的事情 就是说国会无法 我有信心 这绝对是违宪 大法官站在我这边 那我赖心得 五案包裹并送就好了 他的做法不是 我只在乎 我在乎的那两条 对 其他的我不背书 就是听证调查 选交给柯建民去弄 那监察院他认为 他哪一个部分被侵犯 他自己去弄 藐视国会罪 行政院自己去弄 对 就是我全部 大家是分散开来的嘛 所以他今天讲这段话 他有段选机 他说 哎呀 至于其他的案件 因为我们不便去提 交由其他人去提 那希望宪法法庭呢 能够并案审查 但是今天我说 这是政治上走的一条死路 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第一 赖心得这个人的个性 是所有事情 他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我现在分析 两种状况给你听 第一 好 赖心得的部分 有些获胜 有些失败 民进党的部分 比如说五案里面 有两案违宪 三案不违宪 那请问一下 这样民进党 到底是输还是赢 那民进党没输没赢啊 那没输没赢的状况下 那国民党是不是 反而更有正当性 说那这几条 你看宪法法庭都打你脸 因为民进党的论述不是这样啊 民进党的论述是 全部都违宪 那这时候好啊 那跟你好 判违宪好 两条判违宪 那国民党会怎么样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支持者 就会因此而心灰意冷 然后认为你赖心得是对的吗 当然不会 不会嘛 他们会觉得你强行没受民意嘛 会激起更大的反弹 所以这个朝野对立会持续进行 所以罢免的声音不会停 反而是你赖心得 现在罢免的声音是什么 一股作气再而摔伤而结 轻鸟人越来越少了嘛 所以蓝白的自治群众 反而更有他的力道嘛 对不对 好那你说如果罢免没过的部分 那怎么办 罢免没过的部分 那丢脸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民进党也好 赖心得也好 甚至行政系统也好 全部都被宪法法庭打脸 因为你们一直再三跟民众讲说 这些东西绝对是违宪的 所以对赖心来讲 这是一条死路嘛 所以当初是柯建民 一直喊着说违法违宪 喊着说违法违宪 而在整场国会无法运动里面 唯一成功的是谁 是轻鸟行动 一开始成功 十万人那个晚上 对而视线这个案子 从头到尾 它不是一个成功的焦点 但现在反而变成尾巴咬狗了 就柯建民这个尾巴一直咬 逼得赖心得也不得不出来 对于他所要的案件 提起所谓的视线 但他又没办法做全套 所以他只能说 针对我的部分视线 那其他的部分你自行处理 所以这个是一场 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选战嘛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记者会 赖总统的这个记者会 是不是烧起狼烟 抚愿党 开始这把火点下去 一路烧到明年2月的罢免 这当然是 因为赖清德原来是在幕后 其实整个行政院的视线案 就是赖清德来下指导期 可是现在本来大家就说 可以是四路人马 一起来做这个视线 那照理说 如果今天赖清德 想要维持一个比较超然中立的一个地位 他大可以请由行政院也好 或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甚至或是监察院来做视线 可是赖清德今天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择是由他自己开第一枪 有没有今天行政院没有开记者会 立法院那个党团他们后来再开记者会 结果是总统自己站到第一线 开第一枪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今天由赖清德担任主帅 在第一线喊打喊杀 也就是说直接对上在野党 我觉得这个也实在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而且呢今天事实上呢 赖清德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其实非常好笑 他今天是开的是一个视线记者会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遵从宪法吗 但是当媒体问他说 如果你今天申请这个暂时处分 没有办法这个执行 另外呢这个视线也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这个法律已经公告了 那么请问赖清德 会不会依照现在的法律 然后到立法院去做报告并备询 你知道赖清德说什么呢 等到视线完再说 请问一下 他这种做法不是就是公然的违宪吗 到底宪法哪一条保障 你在视线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自己就担任大法官 你自己就可以决定要去或不要去 自己就可以决定 试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律与无误 所以今天赖清德 其实做了一个罪错的示范 而这样的示范事实上是告诉你 他现在不是国家元首而已 他是民进党的主席 那非常明显的 视线这把火一直烧下去 起码烧半年 刚刚好衔接什么呢 接下来明年二月的罢免啊 再衔接什么呢 2026的县市首长 所以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当他当选的第一天 他就开始准备怎么样的选举 而这样一路的杀 杀到明年二月罢免 或2026的县市首长选举 这才是赖清德现在 现在心中真正的盘算 好 袁芝 你怎么看 我觉得赖总统今天 他其实打脸他半年前的自己 他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自己讲的 好像辩论的时候 回答侯友宜的提问 他说依照立法院的职权 或者是宪法 他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而且接受立委的咨询 他自己讲说接受立委咨询 只是他不要一对一 那我们现在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 有没有符合他讲的 有啊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对一的 即时回答咨询 我们讲的是说 总统要依序即时回答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比如说国民党有十个问题 民进党有十个问题 民众党有五个问题 那总统就按照顺序 来回答每个立委的问题 那个不是咨询 也不是一对一的这样的咨询 那所以这样的法律 跟半年前 赖清德总统 你愿意接受的法律 一模一样啊 还是说你那时候骗票 选上了算我好运啊 不然你可以怎么样 我就是不认啊 如何如何如何 可以这样子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 最好笑的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第一时间 因为我们国民党是 那时候是讲说 要找吴宗献 翁晓琳 这几位法律专家 去做那个延迟辩论 在现场法庭上面 柯建民第一时间说不要 他都不要 后来是因为 林佐水啊什么的 他们党内先进 跳出来说 你怎么自己不要 不要太奇怪吧 你提示线 然后你不去辩论太奇怪 他后来改口说要 那第一个要么就是 你柯建民讲话都是鬼扯 要么就是 柯建民你当初在 你因为他在立法院待很久 他之前 他自己也知道说 这个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 他也知道 这个法案的正当性在哪里 忽然间你要 现在的柯建民 去打脸过去的柯建民 他认为很困难嘛 所以 居上各位知道 你知道柯建民 在我们立法院 讨论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他有一次发言 我认真听 我看到他到底能不能讲出 一朵花出来 结果他讲什么呢 他就说 你们蓝白 都是在为习近平投票 你们就是中共代理人 扯来扯去都扯这些 他没有办法 针对法律的文字 去做辩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没有办法 被骂辩护嘛 这是过等一言 背书了一件事 大家在想说 你根本主战场 就不在于 抵挡国会改革法 你想要烧这把火而已 对 没错 所以现在 赖清德 我觉得他就是要 一直拉高 拉高对立 那拉高对立 其实有两个原因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他想要延长这种对立 然后去推罢免 他们就不想要 国会是少数了 他们就是想要 延长对立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他想要去拉高 那个对立 去转移他 施政不利的焦点 你怎么看 赖总统记者会 做了赖主席 该做的事 赖总统 他其实就是做了 他过去在赖市长 做的事 他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不进议会 那今天 其实他这个视线 就是对 对着国会来对干 那其实他主要 也就是国情报告 他特别强调 他不会希望 这个在野党 他希望 在我还没有视线 结果之外 你不要提 就算用旧字 他都不愿意 所以我想这个赖总统 对民意机关 始终有一些 我认为他就叫政治洁癖 也就是说 只要跟我不合的 或者说不是我党 所掌控的议会 很抱歉 我是很有意见的 那当然这个也 大家也不用太意外 不过我今天比较意外的 反而是 这个对于 就是说赖总统 他亲上火线 居然是先请律师 来去帮他说话 基本上总统 过去总统府提视线 这不是第一次 过去前总统 陈水扁 至少提过两次的视线 那时候 不会先找一个律师 来去说明 然后再去做 相关的这个视线文 我想可能赖总统 他可能是希望 能够多一点 所谓的法律界的背书 但是偏偏他找的是一个 曾经帮他背书 这个所谓的 他万里老家 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律师 那这样这么鲜明的色彩 这样的律师 有办法说服人民 他的所谓的宪法的立场吗 我是打一个问号 不过接下来 接下来这一年 很明显的就是 所谓的罢免 也就是说朝野的对立 一定会不断的升高 而关键点就在 谢国梁市长的 这一个基隆市长的罢免案 我就追问了 今天在罢免案之前 连法官的判决都判 谢国梁的基隆市政府 是胜诉的 这一个判决 对于罢免案会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当然对于谢国梁市长 他其实这一次罢免案 最大的一把火 就是从这个 他这个所谓的基隆停车场的 这个标案 跟Net的这一起关注 跟Net的 而且Net还不是直接 跟基隆市政府签约的 他是所谓的 这个房客 二房东的房客 那像这样的一个案子 居然能够火烧到 要去罢免谢国梁 我想这一次法院的 一个一审的 这个所谓的判决 我想这个对于基隆市政府 当然是一个利多 可是因为 他们的连署处 已经建在弦上了 已经有两万七千多分 我想接下来的关键 就是谢国梁 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压低 罢免的能量 否则只要一越过 那个连署门槛 民进党一定会跳在第一线 去罢免谢国梁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